同志们 别看今天闹得欢 小说日后 拉清单 哈喽大家好 我是蝉蝉 我觉得大家现在需要警惕一下 习近平他会有一个对付经济崩溃的王牌 王牌啊 因为现在这什么情况 他不可能啥也不知道 真的 这王牌呢 也许很早就有 不是习近平他发明的啊 这发明他做不到 他也没这个能力啊 但是呢 就是说他会把这个预案设计的更科学 更具备可行性 首先我们搞清楚 我说的经济崩盘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里指的经济崩盘呢 定义很复杂 它包含很多种现象 那我必须提醒各位的是啊 就这个预案到底最后用不用 那肯定是中央最后说了算 他们也是看情况的 它会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就跟多少分一样 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会启用啊 评分到了就该用了 评分不到就不用了 那经济崩溃的现象 到底包括什么 比如说贸易逆差扩大 外汇见底 对吧 民营企业大面积破产 房地产泡沫破裂 房价跳水 房地产商破产 银行挤兑 对吧 这些其实都属于经济崩溃的现象 然而并不是说 就是这些现象和要素都全部出现 中央他们才会打出这张王牌 也不是说其中某一个 或者某几个现象出现 中央就会打出这些王牌 大家做过这个精算就知道啊 这东西有一个具体的量化分析过程 就是一个精确的计算数据 那普通人呢 没有途径获得这些统计数据啊 咱们这里就不讲这个公式 那这张王牌 这个预案 它本质上是在中共啊 真的陷入经济崩溃的时候 解决银行挤兑的这种恶性现象 也就是说什么呢 当这个经济面临崩盘的时候 就民众对你这个国家的货币 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信心了 对吧 那民众呢 就会想去银行 把自己的积蓄取出来啊 对吧 能绑住点还是绑住点 可以买一些物品啊 这种现象 也不是说 这世界上没有发生过啊 很多这个世界多国 多次经济危机中都有出现 对吧 那银行挤兑 实际上就是经济危机 经济崩溃的一个预兆 那这种现象呢 你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啊 这个取款挤兑 它会直接的导致银行的破产 因为银行呢 它在这个收取客户存款以后 会将这个存款以放贷等各种手段进行投资 以获得这个更多的收益啊 那换言之 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 它的手头的现金 都没有与自己所有储户存款 等额的等量的流动资金 所以挤兑对银行来说 简直就是要命的 对吧 你给我要钱 那你不就要我命吗 因为我也没那么多钱给你啊 那一个人对吧 一个人两个人取 少部分人取 我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存款 跟取款给挪腾开 实际上同龙换鸟 那你们要集中性的全去取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 这钱我都放出去了 那中国的这些银行呢 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风险 咱们知道中国的银行 目前贷款给房地产上的大量资金 据我所知 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根本无法收回的状态 那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 房地产商破裂 银行只能收回房产 那这些储户的存款 等于就蒸发了 没有了 对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储户向银行挤兑 银行它肯定没有办法掏出这么多钱去给你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 那中国是不是说这国有银行 是不是不可能像资本主义银行那样倒闭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种老土的办法 就是央行出头去印钞 但这种方法国民党在民国就试过了 对吧 国民党没了 还有一种偏方就是休克疗法 但老大哥苏联也试过 老大哥也没了 都没了 因此呢 就是说中共它会有一种预案 这种预案呢 会破除之前的这个经验 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 一种当今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可以搞的 这个独特的方法啊 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我就是说暂停银行的现金提现服务 储户的钱你可以取是你的钱 我承认是你的钱 但是你只能提现到自己的电子支付平台账号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不能再把你的钱从银行取出来 取成现金 但是你能把你的钱转移到你的支付宝 或者说中这个中央弄的什么电子支付钱包 微信这类的电子支付平台上使用啊 那这一招呢 那确实是中国特色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这个你自己想想啊 你有你的钱 但你又没有你的钱 你貌似取回了你的钱 但是你貌似又没有取回你的钱 那所有人一瞬间都没钱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钱可以花啊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可行啊 它巧妙的避免了银行没钱可发的这个困局 同时呢通过民众可以接受的手段 控制民众的这个消费 首先你要取现 我没有钱给你 但是呢 我给你充值这个电子金额 这个电子金额 反正就是说你只能自己流通给自己 你也可以花对吧 你平常吃喝拉撒 你也可以用这个钱 但这钱你想取就取不出来了啊 所以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就不用去挤兑了 你也不用去取钱了 反正你也不会说因为取不出钱就饿死 或者说你这个钱从你账户上消失啊 我们知道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啊 在大额转账上 它管理比较严格 而这种预案如果实施啊 它会有一套政府直接控制的 更加严格的大数据管理系统介入啊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大数据在世界范围是 方便了科技服务的人类 那在中国而言就是方便了管控 服务了共党 它可以就是直接严格管理啊 就跟这个网站网号一样 我有一个机构 我全部的接入所有的电子支付平台 准确的监控你每一个中国公民的 每一笔日常开销和花费 对多余的 比如说你要搞大额交易 我可以限制可以禁止啊 从而可以准确操控民间市场的资金流动 那过大的交易大家都能明白 但什么是多余的交易呢 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对吧 就是严格限定每个人不同种类商品的消费数量 比如说矿泉水 那我就规定了你一个人只能一个月买100平 我就可以规定对吧 从而禁止囤货啊 现象对吧 防止这个市场物资短缺 那这些所有东西我都给你电子连通了 就跟以前这计划经济一样 以前计划经济是平票 我现在是平电子支付 让你觉得不那么明显 或者对你生活影响不那么大 但是我还可以完美的计划 你的钱怎么花 因为你的钱完全都在我所设计的这个电子平台上啊 那通过对市场资金流动准确 如手术刀般的这个微观操控呢 政府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轻而易举的实现对热钱的控制 避免这个银行的挤兑 从而在宏观上实现经济的平稳 让所有人都有钱啊 那这钱呢是你取不出来的钱 有钱可花有货可买 但是这钱呢就是说 他在这个电子信息里面是一个数据 是一个你永远取不出来的数字 那可能又会有人问说 缠缠你说这个经济崩盘 很多人都要失业了呀 这些人本来就没有储蓄 那他们该怎么办呢 那政府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啊 在电子支付的支持下 反正你多少钱 就只是一个代码 一串数字对吧 政府呢会对这个失业人员 失业人口啊 稍微小恩小惠的 给你发一点微小的补助 并且呢我可以限制 你们可以消费的商品种类 比如说只能买这个吃的肉 对吧 不能进行别的消费 我不让你饿死 但这种是理想状况啊 而当这个国内形势区 稳定进出口重回贸易顺差 外汇储备增加 中央呢就可以停止消费限制 恢复银行的提现 对吧 所以呢我就可以通过 目前的这个网证网号 以及武汉肺炎期间 这个什么红码啊 绿码这些东西啊 你就可以考虑到 就是说央行 他现在一定会担心 银行业的破产 担心这个银行 金融出现大的乱子 那把你的这个钱 给管控起来 通过这种限制消费 通过电子支付 通过电子消费 对吧 来进行一种完全的管控 大家可以想想啊 这个预案有朝一日 他一定会被启用的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中国的政府面前 电子支付平台 其实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对吧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数字 电子货币 他可以通过系统 严格的控制 对吧 比如你手握一万元现金 你想买iPhone 你就可以买 政府管不着 但是如果你微信有一万 或者你在这个央行的 电子钱包里 有一万余额 你想买iPhone 政府可以直接禁止 你这笔交易啊 对不对 因为你买了 他觉得经济困难时期 你不该买的东西了 而你虽然有一万块钱 但是你只能消费 他允许你消费的东西 你买多了 他还不让你买 就是不通过你的交易 你钱都在你账户上 但你就是花不出去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可以严格的控制 你买多少 买什么 能买什么 不能买什么 这样市场就能被严格的监控 它就不会出现像这个 所谓的欧美经济危机 时候的通货膨胀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中国可以有能力 完成这个东西 那这是中国特色 世界各个地方 都没有办法完成 对吧 那而且呢 这种剧本的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你像电子平台啊 如果我将来随便的印钱 随意的通货膨胀 它也仅仅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吧 那民众的警觉性 比起实体印钱 导致的货币缩水要小得多 对会对这个普通老百姓 形成一种麻痹 那中国人呢 就可以继续认这个共党鱼肉 其实你就从这些疫情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一点啊 比如说你看你网购 或者是一些限购的药品 咱们都知道那个新冠刚解 刚解风那会儿 不是说这大家都开始采购 这药品吗 那你就能感觉到物流 明明已经恢复畅通了啊 同一种物品 咱举个例子 北京不限制购买 那附近的小城市就限制啊 对不对 其实货仓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北京不限制 别的地方限制 它就是通过这种垄断网购 和大型商超 技术上进行一种限购 和物资调配 你在网上 同样一个商品 我在北京啊 常常在北京 可以买到这个药 那你在周边的这个河北廊坊 你就买不到 因为只要你显示这个物流地址 我就不给你派送 对吧 那北京人就可以买 那不就实现了这个物资的完美调配吗 对不对 技术上讲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呀 这不是一种计划经济是什么 只是说让你感觉受害不明显的计划经济 所以中国人的经济学就是个笑话 我为什么这么说 人家早就告诉你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了 对不对 共产党 他只会按照自己的这一套 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这个经济规律 所以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中共啊 他现在啊 就已经开始给你吹风 准备发放什么消费消费券 对吧 就给你准备各种的什么电子的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个电子上大做文章 在大数据上大做文章啊 所以就是说将来中国的老百姓 你说你这人民币也这钱 对吧 他有可能他是钱 但是你说他到底是钱吗 他就成了这个在计划经济时 评票供应的那个券啊 那只不过呢 我让你认为你的还是你的 所以你不会起来造反 那我通过限制你的购买 让你认为你没有被计划 实际上你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被计划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啊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虽然说计划经济早就被证明是失败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自己可以想象啊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的这个本质就是去计划 去计划你的这一切 当这个经济面临崩溃 银行面临挤兑 金融业面对面临破产的时候 你觉得他没有可能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方法 去管制你的一切吗 这种东西跟言论管制一样 管制你的钱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一直认为这一招啊 就是这种数字钱包 数字粮票 数字卷啊 数字网号网证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将来啊 中共如果政权存在这个危急的 在叫生死存亡到时候啊 就什么外汇黄金啊 转移资产都是扯淡了啊 你就再也别想了 我就只把这人民币 就跟那游戏币一样 只能内部流通啊 你花多少怎么花 完全都有我说了算 我把你这个钱瓮中捉鳖 让你什么也搞不了 除了逃离中国 你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走 你就只能按照我设定的这个游戏程序 走完这游戏剧本 花我的花这个游戏币啊 那关上这电脑 游戏币就不归你了 对不对 就跟小时候玩这游戏一样 好吧 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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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